在爱情当中 每个女人都渴望得到一份 真正属于自己的婚姻幸福 所以如果你的女人爱不爱你 可以通过熄灯的方式来判断出 她心里到底有没有你 以下是我最近总结到几点 一不会去关心你 以前你眼前这个女人 她总是会对你全心全意 做一些你们夫妻之间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渐渐的会对你变得冷淡起来 她经常会因为一些工作的原因 而去疏忽你 当她没有去上班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她每天都会安心的在家等你 为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然而现在却和往日不同 她总是会以工作为理由而敷衍你 二 总会拒绝你 以前你爱的那个女人 不管你想要什么 她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满足你 而如今 当你和她做一些夫妻之间 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她总是会极力地去拒绝你 三 聊天聊到很晚 以前她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回到家就会把手机扔到一边 可是现在她每天晚上都会抱着手机 聊天聊到很晚 如果你问她在跟谁聊天 她就会告诉你和她闺蜜 要么就是同事 但是你自己心里明白 哪有这么好的同事 一天到晚都在和你聊天 而且都下班了 还能聊到这么晚 其实你心里早已经知道答案 她是在和别的男人聊天 只是你不想当面去揭穿她 四 不让你触碰她的手机 当你和她结婚的时候 她会把手机里所有的东西都给你看 可是当你们结过婚 有孩子之后 你发现她每次都在提防着你 手机密码也不是你的生日 然而她的背景墙 更不是当初你俩结婚的照片 她把关于你们两个一切给删掉了 当你想要去碰她手机时 她就会感觉很紧张 好像有什么事情要被你发现一样 于是处处提防的你 我从来不为你着想 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她都会躲在你的身后 根本就不会去为你着想 而且每当你有事情 要和她说的时候 她都会选择逃避 要么就是躺在床上装睡的样子 从而去敷衍了事 其实像这种女人 你心里就已经能够猜到 她已经背叛了你 在外面寻找到了另一份真爱 如果你碰到了这种类型的女人 那么就请你立刻离开她 因为只有离开才是一种解脱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